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好朋友 本期的就是常识 蚝油 虽名油 但它并非是油脂 而是一种调味料 顾名思义 其主要的原料是蚝 也是广东一带常用的传统香味调味料 蚝素有海底牛奶之中 蚝油则是以鲜蚝熬成的汤 煎煮熟后 取其汁再浓缩 再加辅料精致而成 蚝油味道鲜甜浓郁 粘稠适度 且散发蚝香 是传统粤菜的主要调味料 蚝油是鲜肥的调味料 是以用来蒸煮炒 灰焖红烧溜和蔻类等烹调方式 在食材方面 肉类和海鲜类搭配蚝油是一决 尤其可以提升海鲜的香味 以及红烧菜肴的味道 蚝油使用小禁忌 一炖汤或油炸等食物不宜加入蚝油 因为加入蚝油会破坏油炸类的原味或是汤类的味道 二 与人生松茸和各种名贵药材搭配空调的食物也不适合使用蚝油来调味 因为药材味较浓 也会破坏了蚝油的原油味道 三 蚝油不能与稀释的酱汁如蕃茄酱混合烹煮 更不能成为甜品的调味料 四 蚝油也不能与辛辣的调味料醋和糖一起搭配 因为这些调味料都会掩盖蚝油的鲜甜味及有损其特殊的风味 如何选购及保存 一 优质蚝油要有鲜明的光泽不发污 呈红褐色至棕褐色 西湖状 无扎粒杂质 二 一般蚝油都是瓶装 一旦开封用过后 只需将盖拧紧并放入冰箱冷藏机构 风调小蜜菊 一 用在调味时蚝油若在锅里煮太久会失去香味 运使蚝香味陶逸 一般建议 在菜肴即将出锅前或是在出锅后 趁热立即加入蚝油调味为一 红烧时就不可以先放蚝油 不然它会比较容易黏锅 二 一 蚝油做嵌汁时 绝对不能直接上嵌 由于高汤拌云稀释 制成嵌汁 并在菜肴八成熟时下锅最理想 好了 朋友们感谢关注 这次尝试了解更多尝试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